我的手机是20年没换号码 那不过呢 我已经结婚了 如果我的旧线人打这个号码找我 那我可麻烦了 那就算了就不要了 因为最近演艺县大家都在 注目那个库隆人大S的结婚的 这个散婚的这个客人 那有透露一个讯息 他们的之间的 那个电话20年都没有换 所以你就找到一次这样 想问一下市长 那你这手机你有换过吗 我的手机是20年没换号码 那不过呢 我已经结婚了 如果我的旧线人打这个号码找我 那我可麻烦了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期待旧线人来联络 那因为我已经结婚了 那就算了就不要了 这手机没有换过的话 对你来讲就是工作上还是平常手机上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长期从政 那在服务市民 那也因此呢 手机不宜经常变动 那因为所以从以前 单任民意代表 单任省议员 立法委员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的手机都没有换过了 那就是希望 市民朋友 或者是民众 那他如果有需要的话 好联络也好近 那否则的话 如果换号码的话 那怕大家找不到 所以我的手机号码 是一直都没换过 好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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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